冯绍峰曾经表示要不是她怀孕我才不会娶她 渣男面目暴露,赵丽颖终究错付 冯绍峰和赵丽颖在离婚五个月之后 冯绍峰终于爆出了离婚真相 据传闻,当年冯绍峰和赵丽颖闪婚后 冯绍峰曾经私下表示,如果不是赵丽颖突然怀孕 她冯绍峰才不会这么快结婚 这消息在网上传出后 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们的热议 当初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的时候 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网友们都还没不知道她两人什么时候谈恋爱呢 就直接公布了领证的消息 当网友们在想她们什么举行婚礼时 却等来了赵丽颖突然对外官宣生子的消息 这一波操作经到了不少网友 恋爱、结婚、生子都是那么的神速 让人不得不怀疑 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婚姻就像是个阴谋 毕竟这不符合赵丽颖一向的风格 但两人婚后的生活也还算恶爱甜蜜 但是问题来了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这段婚姻紧紧维持 料不到三年时间 两人双双发文公布了离婚的消息 离婚后赵丽颖更是快刀斩乱麻 解决了很多问题 快速搬离了和冯绍峰曾经的婚房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结婚后 就开始露出了她原来的真面目 经常出去玩 对家里的妻儿不管不顾 不少网友都知道冯绍峰在圈内的人品不太好 这也是人尽皆知的 当年冯绍峰和杨幂合作的一部工作 狠狠地火了起来 有网友爆料 当时冯绍峰和女主杨幂在交往 把杨幂拿捏在手里 冯绍峰的花心 大家有目共睹的 冯绍峰后来在幻城这部剧中转而又看上了宋茜 句句说当时冯绍峰和宋茜也是因戏生情 冯绍峰和宋茜在片场曾多次的有亲密的行为 不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冯绍峰和妮妮的那段恋情 她和妮妮的那段恋情长达三年时间 当大家认为花花公子冯绍峰终于定下了 但万万没想到冯绍峰却和妮妮分手 把目标转向最火时期的赵丽颖 当初冯绍峰也是已完的心态和赵丽颖谈恋爱 应该也是没有动真情 也不是站着结婚去的 或许冯绍峰从来没动过和谁结婚的念头 所以说交了那么多任女朋友 却没有一个能和她走进婚姻的殿堂 冯绍峰可谓是在情情场上如鱼得水 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在赵丽颖这翻了车 据说当年冯绍峰得知赵丽颖怀孕之后 第一时间就想要打掉这个孩子 但这时候冯绍峰的妈妈站出来了 她拦住了冯绍峰 冯绍峰妈妈表示这个孩子毕竟是冯家的种 必须要只要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你在外面怎么玩 玩得有多疯我们都不管你 虽然你上的消息未经证实 有不少网友认为 冯绍峰的手段实在是高啊 只可惜了单纯的赵丽颖 不出真感情却被冯绍峰狠狠地踩在脚下 也难怪赵丽颖速战速决 快刀斩乱麻 二话不说便选择与冯绍峰离婚 相信赵丽颖也是看清了渣男 冯绍峰的真面目了吧 如今的赵丽颖参加各大综艺节目 我愿在大众面前事业稳步上升 相信赵丽颖很快就能走出离婚的阴影 你觉得渣男冯绍峰是真心爱过赵丽颖吗 欢迎留言评论留下你不同的观点